飞凡哥与两位狐朋狗友喝多了来到一家夜宵店 不想后两人看到女服务员色心大气开始动手动脚 飞凡哥见状想要阻止却反被打伤 飞凡哥这下可被两位狐朋狗友害惨了 他不过是想简简单单吃个夜宵 结果却被拖累成了共犯 性格懦弱的他不敢阻止好友 为了不被路人察觉只能拉下铁门 出于人类本该有的底线 飞凡哥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其中 可后来依旧被女人起诉遭到审判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觉得飞凡哥该不该受到惩罚呢 熟知法律的朋友都知道 侵犯罪是所有案件中最难判决的罪行 加上三人通过贿赂 某些官员最终只是象征性地判了一年刑期 且能通过保释 坏人的逍遥法外让可怜的女孩精神崩溃 不久便患上了抑郁症 几年时光过去 人无法磨平创伤的他神情渐渐变得呆滞 每天都活在那晚被侮辱的阴影之下 仇恨与羞愤在心中不断交织终于萌生复仇之火 既然法律制裁不了三人 那就只好雇佣杀手 女人随后拿出所有积蓄在黑道上发出暗花 无奈如今江湖适风日下早已没了往日的血与腥风 不少王牌杀手不是转职便是金盆洗手 剩下的要么老弱病残要么水平太差 而接下女孩暗花的属于前者 他叫球哥 几十年前曾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地下杀手 最擅长枪法与布局 鼎盛十七手下坐拥数十名弟子 可随着外地杀手入侵本地市场 江湖中揭开了一场恶性竞争 加上不少黑帮大佬从洋内外 迷信国外的月亮比自家园的歪领 宁愿花高价雇佣外地货也不用本地人 导致以球哥为首的一批资深本地杀手丢了工作 加上世代更替暗花越来越少 球哥最终被时代抛弃成了退休的孤家老头 倒霉的是最近因长期酗酒患上干硬化 医生给出的医疗费用高达数十万 球哥失业多年又没有买社保 这笔钱对他来说可谓巨资 好在仅剩的两位徒弟阿祥与小李愿意替他分忧 结果却被老人一顿训斥 你找到工作了吗 你真赚了很多钱吗 原来自从杀手行业落幕 阿祥两人和师傅一样丢了工作 嘴皮子俐落的小李转行 还算成功成了一名保险员 而除了会杀人之外 一无是处的阿祥则成了无业游民 深知徒弟们窘境的球哥不愿麻烦两人 听闻最近江湖有一女孩发出暗花 想也没想便接了拐 但他因酗酒导致一用力手便抖个不停 枪法早已没了当年准心 也不知这钱是否能够顺利赚到手 这时阿祥看出了师傅心思 身为无业游民的阿祥家中 还有一位怀孕妻子急需用钱 为了搞钱也为了帮助师傅下定决心与对方合作 你也知道 我快当爸爸了 想赚那些补铁一下 回到家中取出多年没用的配枪 谁知枪械放在水中太久已经秀气斑斑 别说开枪了就连子弹都装不进去 事后阿祥与球哥只好来到以前买枪的地下黑市 结果到了目的地却发现黑市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工地 原来黑市老板嫌弃卖枪不赚钱转行干起了房地产 难怪他们的房子烂尾也没人敢去闹市 接着在小李引荐下阿祥与另一位地下商人会面 一见买家不是老头就是穷酸小子 商人眼中净是不屑 故意提高价格狮子大开口 商人的价格阿祥显然不能接受 双方谈不拢也不再多说 走之前商人一个劲地嘲讽 球哥两人已经露 不该当杀手该去做苦力 这番话引得阿祥一阵恼怒 随后来到街边拦住众人去路 商人没有继续谈判的意思 是问阿祥是否想要硬抢 阿祥用一句行话使得商人乖乖服软 因为一位杀手如果一旦对目标说出这句话 就意味着他将不惜一切代价 用尽一切办法干掉目标 商人不敢赌阿祥是否敢这么做 所以才答应卖枪 有了武器后 阿祥与师傅开始计划如何干掉三位目标 酒保不过是想给客人推荐一些烧鸡和醉鸡 结果却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这件事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给不爱吃鸡的狠人推荐产品 而导致这起凶杀事件的原因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将时间拉回到几天前 早已退休多年的王牌杀手 球哥为了治病不得已重拾就业 与同样缺钱用的徒弟阿祥接下暗花 他们的目标有三人 分别是保镖大壮九宝丧波 还有摄影师非凡哥 考虑到师傅年事已高且枪法不如以前 阿祥与小李谎称给老人找了一位大陆中医 让对方先去看病再回来计划暗杀行动 临行前球哥嘱咐阿祥一定要等他回来做事 顶住那三个家伙 我回来就懂事 师傅一走 阿祥便开始翻阅三位目标的资料 并将首要目标选在了非凡哥的身上 手持毒针来到对方工作室 阿祥敲门准备动手 谁知开门的人不是非凡哥 而是他的妻子 一见女人怀有声音 阿祥赶紧将毒针藏下 谎称自己想要拍照随后走入屋内 非凡哥和妻子健壮热情招待 阿祥想着家中也有一位怀孕妻子 索性与两人聊起了育婴话题 根据聊天来看 眼前非凡哥似乎不是什么坏人 反而带着一股憨厚老实 同样马上要当爸爸的阿祥思考一番 将毒针收起与两人告别 来到走廊 阿祥察觉到自己与以前发生了改变 换做十年前 他可不会管目标的善额 只要钱到手什么人都不会放过 怎么了 笑我心软了 阿祥选择绕开非凡哥 直接对第二位目标下手 此人乃是酒吧一酒保 平时为赚钱喜好给客人提供特殊产品 例如吃了飘飘然的药丸 或者一些爱喝酒的烧鸡 不用猜也看得出眼前人 就是社会上标准的人渣败眼 对付这种人阿祥可不破手了 将其引到厕所 干净利落地来了一记毒针 干掉酒保一天后 他在饭店偶然间看到一则新闻 根据新闻阿祥大概猜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来到遭受侵犯那位女孩工作的饭店 对方神情呆滞的模样 引得阿祥一阵心酸 可以想象得出女孩 是如何被三位禽兽人流那啥的话 又是如何因此生恨发出暗花屁自己复仇 想到这阿祥情绪变得愤怒 一气之下再次手持毒针来到非凡哥门口 看来这家伙老实的模样定是恶魔的伪装 路不可遏的阿祥准备敲门 阿祥开车将非凡哥夫妻俩送到医院 在他的帮助下使得女人能够及时就医 趁着空隙时间阿祥询问非凡哥此刻感受 谈话间无时无刻不再偷瞄着对方 想要找到机会动手 非凡哥没有察觉到阿祥的异样 他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当父亲 非常感谢妻子也能感受到对方生孩子的痛苦 只恨自己不能代替对方 由于阿祥也十分疼爱老婆 致使他能与非凡哥感同身受 这样的男人没理由坏到侮辱一名弱女子 摇摆不定的阿祥心头一软再次放过对方 转而将怒火投向另一目标 随后拿着毒针跟踪到了此人 但这家伙以前当过警员形势十分紧 阿祥行踪暴露很快被目标小弟们围殴 好在及时掏出配枪才下推众人 受伤后的他不得已在家中休养 这时球哥已然回到香港 看到一脸瘀青的阿祥才知道被这两位徒弟欺骗 球哥不愿自己的事牵连到有着美满家庭的阿祥 决定亲自出马解决目标 退休多年的杀手球哥饱到不老 假扮小贩不到一分钟便干掉目标 回到休息室脱掉工作服换上休闲衣 就在他打算溜之大吉的时候 一位神秘人忽然来到身后 干掉球哥的家伙乃是江湖上最神秘的职业 他们有一个统称叫做反杀手 简单来说就是被杀手盯上的目标雇佣的朋友 不过这种保镖一般在暗不在明 即便买家被杀手干掉 他们也会秉持着职业精神帮买家报仇 球哥没有想到目标花钱找了反杀手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遇害 阿祥与小李两人听闻消息赶到医院看望师傅最后一眼 昔日师徒们谈笑风生的画面浮在脑海 阿祥怒火中烧是要替其复仇 小李通过关系查到凶手可能是反杀手 提醒阿祥不要轻举妄动 反杀手有什么好怕的 他杀的球哥 要怕的应该是他 由于三位目标只剩其一 阿祥怀疑反杀手是非法哥所谓 接二连三被这老实人骗过的他一怒之下 将其挟持带到废弃工厂 一来可以干掉他完成女孩的暗花任务 二是用作引出反杀手替师傅报仇 非凡哥这才知道眼前人竟是杀手 难怪这些天长在自己身边出现 阿祥则将女孩暗花仪式通通告知 以便非凡哥死的明白 听清来龙去脉的非凡哥大呼自己罪不至死 当晚他已极尽全力阻止好友结果却无济于事 何况他根本没有参与侮辱女孩仪式 还将几十万现金给了对方以求原谅 可非凡哥怎么也没想到 女孩会用这笔钱来买暗花用来向他复仇 无奈此时的阿祥不再信任非凡哥 说罢就要扣下班机 不想这时两人避避击忽然同时响起 巧的是他们收到的都是妻子快要孕产的消息 我老婆要生了 我孩子快出生了 我想借你他 求了你别杀我 我想借我孩子 他忘记你了 开枪者自然是之前干掉求哥的反杀手 如此看来雇佣此人的肯定不是非凡哥 阿祥见状跑出房间 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与反杀手 来了一场顶级刺客间的较量 最终以重伤的代价将其射杀 之后在非凡哥搀扶下来到江湖医生的工作室 经过几天治疗得以保住性命 醒来后望着正在吃盒饭的非凡哥阿祥心中再次动摇 这个面向老实憨厚的家伙 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会侮辱小女孩的禽兽 但出于职业杀手的准则 也担心日后女孩会买另一批杀手盯上非凡哥 阿祥持枪威胁对方让其一天内迅速离开香港 没有自己的命令永远不得反常 非凡哥不敢违抗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接走母女俩 然后赶最近一班飞机逃到国外 放走非凡哥的阿祥回到家中 妻子本想怪罪丈夫没有陪自己运产 结果看到对方伤势后便收起了脾气 阿祥没有隐瞒将最近发生的事一五一时告知 并答应妻子这次会永远离开江湖不再做杀手 毕竟身为人父得为整个家庭负责 影片最后阿祥拿着暗花赏金来到女孩身边 告知对方已经帮忙干掉两位罪犯 该死的人已经死了 不该死的人 可以的话 放过他吧 敬佩